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共出席粤港澳大湾区领导小组的会议 前天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亲切会见了林郑特首 对特首和特区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也给予了殷切的勉励 我们也希望特首应牢记习主席的嘱托 带领香港的管制团队再出发再前进 近五个月来 修裂风暴演变成了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 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秩序 践踏了法治 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 也使香港出现了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 这种极端的暴力破坏活动 在当今世界 在任何国家和社会 都是不能容忍的 不能接受的 暴力破坏活动和激进的分裂势力的行为 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的底线 道德的底线 破坏的是一国两制和香港的烦恼稳定 伤害的是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 和香港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 五个月来 面对不断升级的这样一个暴力行为 林郑云和特首率领的特区政府 做了大量的艰辛的工作 我们也深有体会 是千方百计在文库局势 中央政府对特首是高度的信任 对你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的肯定 对香港警队的客警直守的表现 是充分的肯定 当前暴力活动还在持续 因此止暴自乱 恢复持续 仍然是香港社会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也是香港的行政 立法 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因为止暴自乱 我想应该是香港社会的最大的共识 我们也希望香港社会能够进一步凝聚去反暴力 护法治 保稳定的这样一种正能量 我在这里也表示了 中央政府将一路既往 坚定地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 止暴自乱 恢复持续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昨天晚上都全文发表了 公开发布了 这个决定强调 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来管制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维护澳门 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同时又指出 要建立健全 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我注意到 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反响热烈 这也充分表明了 中央政府对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 是鉴定不一的 对维护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 是充满信心的 我们也必将在实践中 坚持和完善 推进一国两制的新闻资源 我们也注意到 香港社会 也希望特区政府 给解决一些具体的民生问题 我也注意到 特区政府 这一次的施政报告中间 都有对社会有了回应 我们也坚定地支持 特区政府 采取更加积极的 更加有效的 一些举措 来解决一些民生问题 这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间 中央政府一定是权力的支持 特别是香港社会 反映强烈的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年轻人的就业和住房问题 我们相信 特区政府一定能够采取 有利的措施 加以解决 中央政府呢 始终 使香港繁荣稳定 是特区政府 解决民生问题的 坚强后盾 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支持 非常感谢 韩政府总理 在下午 召开这个阅告 达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设计 在百满综合 抽空借鉴我们 两天前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上海进博会 也是在百满综 抽空借鉴我 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习主席对 我和特区政府的 这个信任支持 让我们在这个 止暴 治乱方面 下了更大的决心 好像韩政府总理说 自六月份以来 一个因为 政府修例工作 引起的这个 这个示威 已经持续了五个月 尽管特区政府 已经在很早的阶段 把这个工作 占完下来 那就是六月中 也其后 也正式的撤回了条例 但是这个示威的行为 没有停下来 而且这个暴力的程度 是越来越烈 远远已经超过了 一个所谓和平的示威 或是是争取 自由民主 这个 这个 意义 所以现在 香港受到的伤害很大 我作为行政长官 看到很多的市民 在这次的斗争里面 受到伤害 看到很多的学生 也受到影响 好像我们去部了 超过三千人 有 超过三分之一 是学生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 伤心 看到香港社会 我们本来有 不错的经济发展的势头 也有越高大湾区 跟一带路的倡议的 给我们的机遇 现在受到很大的 这个影响 我也感到非常的痛心 所以我和特区政府 我们是坚定决心 要尽快把这个暴力停下来 让香港社会回复平静 好像总理说 就让我们重新出发 在这个止暴制乱的工作里面 我们肯定是坚持 一国两制的施政的方针 也是坚守法治 因为这个两个方面都是香港 繁荣稳定的最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不会把这个 紧紧的把握好 当然除了是止暴制乱 香港现在的经济 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上个礼拜公布的 2019年第三季的 这个经济的 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是同比比去年是下降了2.9% 所以我们同时也要处理 因经济出现的问题 而影响了香港的民生 我们不断特区政府 提出一些援助保住就业 支撑中小企业的工作 但是这个都不是最根本 最根本还是要把 这个社会的持续 社会的治安回复起来 让各行各业能继续的发展 因为居民 香港的市民受到的影响 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也是现在香港大部分的市民 心里边很担忧的 做工作 我们一定会继续做好 刚才韩政府总理说 在我们做这个事的过程 中央还是继续支持我们 我在这里代表特区政府 对韩政府总理表示忠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